哈囉大家好,我是EvnEvn,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要來和大家分享的是 三星S24 Ultra 這支手機的客宗攝影功能 在開始之前,我強烈建議大家先開啟兩個設定 打開相機點選左下角的設定 稍微往下滑一下,你就會找到這個網格線 還有位置標籤 網格線的用途可以讓你在拍照的時候 畫面中會多一條水平線 這樣你鏡頭如果是左右不平的時候 中間就會有一條黃線 提醒你現在的畫面是不平的 位置標籤則是在拍攝的時候 手機會自動標示你拍攝的地點 這樣之後在整理照片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你這張照片是在哪邊拍的 你也可以依照拍攝地點整理為一個相簿 很方便 做好基本設定以後 我們就開始介紹拍攝的基本功囉 這支手機主要有四支鏡頭 分別是廣角、超廣、三倍和五倍望遠鏡頭 超廣角很適合拍攝一些大型的風景或是建築物 可以很好的呈現廣闊的樣貌 紀錄完整的畫面 廣角鏡則是手機的主鏡頭 也就是S24 Ultra主打的兩億畫素鏡頭 因為它的畫素跟拍攝品質都是這四顆鏡頭裡面最好的 所以一般日常中尤其是夜景也會盡量使用這顆鏡頭來進行拍攝 所以這顆鏡頭也可以說是使用率最高最好用的一顆鏡頭 但是講到兩億畫素 可能大家就有個疑問 真的有需要使用到兩億畫素來進行拍攝嗎 一般我們直接使用手機主鏡頭拍攝的時候 其實預設只有1200萬畫素 我們要手動點選畫面左邊12M的地方 把它改成200M 也就是兩億畫素 那我們就來進行一個測試 分別用兩種畫素模式來進行拍攝以後 我們來比較一下照片 其實在乍看之下 兩者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細節都非常清楚 但是當我們放大看以後就有差異了 左邊是1200萬畫素的照片 右邊則是兩億畫素的照片 可以看出放大以後兩億畫素的畫質明顯是比較好的 但是我們常說權力越大責任越重 高畫素的檔案也是一樣 畫素越高檔案也會越大 我們仔細來看一下這兩張檔案的大小比較 首先是兩億畫素的照片 一張高達66MB 那1200萬畫素的照片則是只有6MB左右 所以這個差距能將近10倍 所以除非你是財富自由 儲存空間自由 不然除非你在後製會需要進行一些裁切放大 否則我不會建議使用兩億畫素來進行拍攝 講完主鏡頭 接下來我們繼續介紹我們的 3倍和5倍望遠鏡頭 望遠鏡頭的好處在於說 我們拍攝遠處的物體的時候 如果我們想要拍攝比較特寫的畫面 又沒有辦法直接走近靠近的話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顆鏡頭 來拍攝一些比較近的特寫的照片 像我這邊要拍這顆畫的特寫 但是又沒有辦法靠近 我就可以利用望遠鏡頭來進行拍攝 拍攝出比較好的畫面 除了拍攝特寫的功能以外 三倍還有五倍望遠鏡頭有另外一個功能就是可以提升畫面的壓縮感 以上照片來說 一倍鏡頭構圖看起來比較鬆散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切換到三倍鏡頭來進行拍攝 拍攝出來的畫面就明顯的比較緊湊 講完了遠的 接下來我們來講近的 繼續和大家介紹微距攝影 還有對焦小幫手 當我們在近拍物體的時候 你會發現為什麼好像沒有辦法對到焦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點選下面這兩個點點 也就是對焦小幫手這個工具來協助對焦 點開之後你就會發現豁然開朗 一切的畫面都變得非常清楚了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拍攝的效果還是不夠好的話 接下來我們介紹下一個模式 人像攝影模式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人像攝影跟拍攝物體到底有什麼關係啊 其實人像攝影的效果就是可以讓物體的背景變得非常模糊 所以不只是拍攝人物 在拍攝花卉或是食物都是非常實用的一種模式 以拍攝花朵為例 我們剛剛有說到可以使用一倍鏡頭 然後搭配微距攝影模式來進行拍攝 那拍攝出來的結果也算還不錯 不過如果這邊我們使用人像攝影模式來拍攝的話 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將相機模式向左滑 我們可以找到人像攝影模式 點開人像攝影模式以後 我們可以搭配兩倍或是三倍鏡頭 來進行一些比較特寫的拍攝 拍攝完成之後呢 手機就會自動演算 幫背景加上模糊的效果 就可以拍出這種類似專業相機般的 主體清晰背景模糊的照片 來和一般模式所拍攝的照片做一個簡單的對比 人像攝影模式是不是看起來更專業的呢 再來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高速連拍功能 有時候我們在拍攝一些高速移動的物體 例如飛機的時候 這功能就非常好用 直接打開相機 把快門鍵往右或往下拉 這時候就會自動啟動連拍功能 最多可以連拍兩百張 拍完以後進到我們的三星媒體瀏覽器 就可以找到我們所拍攝的照片 你可能會納悶說 欸為什麼只看到一張照片 不用擔心只要把它點開 就可以看到你裡面連拍的每一張照片 我們可以通過滑動來看每一張照片 然後可以從其中選一張你最滿意的 或是全部保留 當然除非你有魔術大空間 不然我建議你保留一張就好 選取你最喜歡的照片 然後勾選刪除所有未選的照片 就可以刪掉這些沒有選到的照片 掰掰 下一個我們繼續來介紹 我們的全景攝影模式 點選就變得更多 你會找到一個被藏起來的攝影模式 全景攝影模式 這個模式是當我們使用超廣角鏡頭 還是拍不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使用全景來進行拍攝 如果你想要拍攝橫著鏡的話 可以把手機轉過來變成直的 然後站在原地由左到右 或是由右到左 緩緩的移動 類似錄影的方式 把整個畫面記錄下來 拍完之後我們就可以拍出 非常廣闊的景色囉 拍完了白天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夜景模式 首先讓大家聲明 本影片目前沒有接受任何的電影業配 如果雷同純屬巧合 一樣點看右邊的更多 我們可以找到這個夜間攝影模式 點選之後就可以開啟夜拍模式 在夜拍模式之下 它會用比較低的ISO 還有比較慢的快門來進行拍攝 簡單來說就是它的畫質會比較好一點 但相對的你的手就要拿穩一點 不然就很容易造成畫面模糊 理論上夜拍模式的設定之下 拍攝的照片畫質上應該會比一般模式還要好 不過可能S24的演算法太強大了 所以其實用一般模式拍攝出來的成果 和夜拍模式之間不會有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除非你對於畫質的要求非常高 不然我覺得其實用一般模式直接拍就可以了啦 抱歉浪費了你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趕快來介紹下一個拍攝功能 拍完別人我們就要來拍拍自己 如果你跟我一樣沒什麼朋友的話 可能常常需要自己拍自己 這是我們最常使用的方式 就是利用倒數計時功能來進行倒數拍攝 不過這個功能來拍攝的方式不是非常準確 有時候我們可能還沒到定點 手機就已經先拍照了 就會發生很尷尬的情況 嗯,好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情況 其實有一些好用的功能可以使用 點開設定 往下滑 可以把這個手勢自拍 還有語音指令都打開 然後對著螢幕畫面B5 就可以進行自拍囉 欸,怎麼沒有反應 如果你已經開啟了手勢自拍 但是還是沒有反應的話 有可能第一個是你離太遠了 第二個就是因為你把S-Pens也收出來了 S-Pens同樣可以作為拍照的遙控器 所以你在遠端拍攝的時候 也可以用S-Pens來進行操作 但是在持有S-Pens的情況之下 手機似乎會以為你想要遙控的方式來進行拍攝 所以這時候就沒有辦法使用手勢自拍 所以記得要把S-Pens插回去 才可以正常使用手勢拍攝的方式喔 如果你今天是跟親朋友一起出去玩 想要拍攝合照 同時又想要和他們展示三星的最新科技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聲控的方式來進行拍照 只要大喊攝影、起笑一個就可以進行拍攝了 但我自己是覺得蠻尷尬的啊 如果你不怕尷尬的話也可以試試看 再來我們就要進入比較專業的領域了 也就是專業攝影模式 如果你沒看到的話 它可能會在右邊的更多裡面 可以找找看 在這個模式中 我們可以自由地調整ISO跟快門速度 這兩個參數基本上會直接影響到畫面的亮度 如果對於它們比較不熟悉的話 建議不要亂調 直接到右邊調整這個EV 就可以直接調整亮度 呃...有一隻鴿子 除了亮度以外呢 我們也可以自由地調整對焦點 還有白平衡等等 白平衡簡單來說就是一張畫面的色溫 原則上手機會自動偵測 然後選擇出比較正確的白平衡 不過如果你想要製造一些特殊的感覺 比方說冷調或是暖調 你也可以透過這邊來進行調整 再搭配前面亮度的調整 形成一些比較個人化的風格 除了白平衡之外 專業模式中也讓你可以調整畫面的各種 像是對比度 亮部細節 暗部細節 還有飽和度等等 去做的調整 當然這些參數我們也可以在後期 再用修圖軟體去做一些調整 不用急著 現在就直接調好 所以個人認為比較重要的是這個對焦模式 點選右邊這個Focus 我們可以找到這個手動對焦模式 這個模式主要是用在 有時候相機沒有辦法對到焦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手動模式來進行對焦 輕輕滑動上面這個滑桿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個畫面中有一些物體 旁邊會出現這個綠色的框框 不用擔心這個框框 只是代表說它有對到焦 也是對到這個地方 所以當這個框框出現在你想要對焦的地方的時候 就代表說它已經對到焦了 你就可以進行拍攝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拍攝一些特殊題材 例如說蜘蛛網 或是玻璃上的水滴的時候 相機自動對焦沒有辦法對到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方法來進行對焦哦 俗話說 比天空更寬闊的 實行模擬的出題範圍 比專業模式還要更專業的模式呢 就是這個ExpertRole攝影模式 第一次使用這個模式的時候 會需要額外下載一個APP 下載完後就可以起用我們的ExpertRole攝影模式 ExpertRole跟專業模式看起來很像 都有很多參數可以進行調整 不過它最大的差異在於說 它可以利用肉檔來進行拍攝 肉檔就是所謂的相片原始檔 它保留了非常多的細節 但相對的檔案也會比較大 但正因為它保留了更多細節 以及拍攝時候的拍攝資訊 所以在後製修圖的時候 可以有更精細、更詳盡的調整 觀點Role的檔案格式 以及ExpertRole攝影模式相關的內容 我先前有拍過兩部影片 做了很詳細的介紹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我會把連結放在右上角 簡而言之 ExpertRole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攝影模式 除了很多參數可以使用之外 還有一些特殊的多重曝光 或是星象攝影 還有拍攝車軌或是瀑布 或是瀑布很好用的ND減光鏡等等 好前面講完了拍照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講 AI的部分 三星S24 Ultra新增了很多AI的功能 其中一個就是AI修圖 點開這張照片 點選這支鉛筆 我們就可以進入我們的編輯頁面 基本的這些修圖功能 我在這邊先不贅述 我們直接滑到最右邊 點開四個點點這個部分 然後找到我們的橡皮擦 這個功能可以讓我們把圖中 我們不想要的物件給刪除 比方說這根電線桿我覺得看起來很煩 我就可以把它圈起來 圈完以後呢 點選完成清楚就可以讓它消失了 你說這功能以前就有沒有很新奇嗎 接下來我們還有第二個功能 就是移動物體 點選這個閃閃發亮的圖示 就可以啟用AI生成式編輯 啟用後我們就可以點選我們想要移動的物體 先把它圈起來 圈好以後我們就可以對它的方向 大小進行調整 調整完後點選生成 好可能要等它一下 它這個還蠻花時間的 好 我們的客機就變成戰鬥機囉 下一個功能跟拍照沒有直接相關 但是卻是一個很好用的AI功能 智慧搜尋功能 打開美理盈覽器 隨便選一張照片 長按Home鍵 選取想要搜尋的物體 這時候手機就會自動啟用Google搜尋搜尋圖中的物體 例如你想要知道這個植物是什麼 就可以利用這個功能去找 像這個就叫一頁三千牛 不過這邊資訊不一定完全正確 因為它只是以圖搜圖 所以是有機會是錯誤的 還是要多加查證 但大部分的知名地標 例如像這個 它搜尋起來都還算蠻準確的 除了照片以外 影片中只要輕按暫停 一樣可以啟用這種搜尋功能 像這邊我就可以給它暫停 然後搜尋 就可以搜尋到法國動牛犬的結果 算是蠻準確的啦 真理人這個AI功能是還蠻實用 蠻方便的 不過在搜尋一些比較沒有指標性 比較沒有那麼獨特的物體 或是建築的時候 它還是有可能會搜尋錯誤 所以要小心使用 以上就是本次要和大家分享的內容 有沒有覺得哪些功能 比較令你印象深刻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那另外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關於媒體瀏覽器 也就是三星的內建 修圖軟體的話 也可以到我的頁面去看更多資訊 那如果想要了解XBRO 我同樣也有拍過類似的影片 我會放在片尾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像是攝影相關的教學 與學習更多的知識的話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是Evan幽默們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